影片看到有一位男子 他在玩電腦的時候 打電腦的時候 突然休克 倒下去 而且全身發抖 然後抽搐 休克了 那麼肺被纖維化了 那麼這幾個影片可以看出來 這個病毒進到人體裡面 可能已經變異了 變異之後為什麼會抖 因為它攻擊神經系統 所以腦部的神經 還有脊椎神經 全身神經 已經被變異的這種冠狀病毒攻擊了 所以第一個 他有時候檢查出來 為什麼是陰性 因為這個病毒已經變異了 所以你一般新這個冠狀病毒的 這個所謂的陰性反應 並不是他沒有得病 而是已經離病變異了 好 董好 大家現在不太相信 中國這些數字是因為 第一個 你一開始就隱瞞這個疫情 還有你的速度 你的數字 跟我們所看到的現象 有很大的差距 更誇張的是 這個是他報導WHO 他的死亡確診 跟確診的這種比例 也就是你的致死率 這太誇張了 怎麼可能都是2.1呢 你現在看到那個 這個所謂的死亡數字 這個地方 你先看最後面都是2.1 然後你再看前面是日期 這個從1月30號到2月6號 2月5號 2月4號2月30的倒推 你看 死亡數字 每天都不一樣 確診病例每天都不一樣 可是為什麼剛好 平均的死亡數都到2.1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我這邊有個比較小一點的螢幕 對不起 這個 現在這個畫面 它是中國 那個健康 就是他這個負責 負責健康問題的那個